迈向第五年的新北市纪录片奖 目前已经公布了十部优选的影片提案 其中陆选者年纪最小的是年仅12岁的钟子云 他以置身的故事记录他如何追星和兼顾课业 希望借由纪录片来翻转大家对好学生和追星族的看法 而这样的题材让评审人都感到相当的有兴趣 陆选的作品除了可以获得拍摄的奖金之外 接着还将有专业的导演来担任监制 并且将在九月中旬来完成整体的影片拍摄 连续五年举办的新北纪录片奖 今年一共有77件拍摄提案参加征选 经过评审团的审查后公布了十部优选影片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出席优选发布会时表示 相信参与拍摄纪录片的导演 在拍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感触和不同的观点 而新北市推广纪录片不仅仅只是要提供资金 更是透过了巡回放映 要让在地民众能直接与导演互动 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感动 未来更要将好的作品推上国际舞台 我们前几次拍好的纪录片都到各乡镇去播放 而且导演都亲自的现身来讲故事 引起了台下的回响蛮棒的 我也陪着去看了 真的很棒 很感染 那我就觉得这样一个互动 就像我们早期的野台戏一样 那是很亲切的 那很棒 从这样子一个方向慢慢的如果把它推到国际舞台 其实新北市还是有责任去想把这个理想把它达到 十部优选影片包括了后山蛇猿垃圾山水英之森 徐自强给的练习曲 完美坠地一月扭转翻载蛙 梦想拳雷打小巨人追星族20号 题材相当的多元 其中入选者钟芷芸更是年仅12岁 他以自身的故事记录他自己追星又如何兼顾科业 翻转大家对好学生和追星族的看法 而他也表示能够入选很高兴 但过程中也因为众所期待而感到压力 我觉得得到这个奖就是受到人家的肯定 压力大就是 其实就是压力大就是很有 就是人家都觉得你很棒 那你就要把这个片子做到最好 参与评审的资深纪录片导演刘松表示 新北纪录片奖可说是全国最不受限的影片征选 这对于公部门所举办的活动而言非常的难得 但也因为如此才能够有优秀的作品出现 尤其是公部门提出来的预算里头 能用那么开放的条件吸引大家来 唯有这样子来的人的品质或者素质 才可能吸引到好的 新北市新闻局表示 入选的十部影片除了提供33万元的拍摄奖金 还会为请专业导演担任监制 预计今年9月中旬完成影片拍摄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